脑炎是什么病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卫林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人医师 脑炎能不能治好 主要看它是哪一种病原体 脑炎是分为病毒性脑炎 细菌性脑炎 还有分为一个真菌性脑炎 有些脑炎呢 它比如说轻微的话 它可以自己自现的就恢复了 但是大部分的呢 它是不可能恢复的 你像病毒性脑炎单炮就比较危险 细菌性脑炎 你像化异性脑胸炎也比较危险 还有一个结合性脑炎 它也是属于细菌结合菌 细菌脑炎 所以这个呢 也要用足够的抗结合治疗才能 所以一旦得了脑炎 还有真菌性的脑炎 一旦得了脑炎呢 脑炎早期症状是啥 头疼 高烧 然后脑膜刺激 我们在临床查体上的 有脑膜刺激症这些 这些诊断呢 是要靠腰穿脑肌液 穿刺激去诊断的 我们要查脑肌液 去诊断脑炎的 最主要的一个检查的指标 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 这些高热 如果是这个恶心呕吐呀 这些头疼的症状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看 经过医生去诊断 但是一旦得了脑炎以后 大部分的脑炎呢 都不同程度要留有后遗症了 它主要是什么后遗症 癫症还有呢 治理障碍的问题 所以脑炎呢 我们一定要 现在有好多 比如小孩啊 他有那个预防针 化脑的预防 所以尽量呢 我们要得了脑炎以后啊 我们就确实是 治疗后遗症是比较普遍的 有很少一部分 才能很轻微的 它能过来 大部分的一般 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嗯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